呼应基隆灯塔教案与基隆灯塔教育节的灯塔彩绘 还有保育类龙王雕等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 精于抬头的3D立体化 这面色彩屋相互呼应的锁管3D地景化 浓浓的基隆海洋味在校园蔓延 还有还有不用去海科馆 就可以天天看到避水象实际的树林景致 那我们这一面墙有十几种以上的鸟类 工学生来这边学习认识鸟类生态 基隆市护海中心采绘海洋意向环境启用 典礼上贵宾云集 市议员郑凯玲 郑文婷 台湾海洋教育中心主任张正杰 海科馆博士们 以及各校校长主任齐聚祝贺 体验海洋地景艺术 护海中心在111学年度成立 那特别选在建德国中 我想除了基隆市的海洋教育推手奖 徐继泽主任之外 沈军光沈校长 他的创意跟他的一个执行力 内部的一个安排跟设计 其实都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那我们也期待基隆市的沃海中心 未来不管是在教材的研发 以及教师的真能 跟孩子动线的一个规划 都可以透过中心 跟我们海洋教育辅导团伙伴的一个努力 一起来为基隆市海洋教育的一个课程 有更活泼的设计 有更扎根的一个学习 非常感谢建德国中 结合各方的力量以及资源 来推动这一项工作 建德国中对于推动我们护海的一些活动 非常地认真 非常地用心 而在典礼中 洋明海洋文化艺术馆馆长也带来了好消息 我们洋明海文化艺术馆回馈基隆在地 今年基隆市的国中小学校团体来预约 洋明海文化艺术馆都是能够免费参观的 那如果各位学校其实想要针对有关 看海的这个搭船 或者是走山的这个走独的可以用地标行程 文化艺术馆这边都有提供一些额外的服务 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到文化艺术馆来参观这个展览 跟很棒的一些活动 海洋教育一直是基隆的试本课程 多年来总在全国评比中取得最佳成绩 沪海中心的启动运作 持续扩大海洋教育与户外教育的计划 透过彩绘海洋异象环境 丰富师生的视觉饗宴 也提供海洋与户外教育的体验机会 沪海中心 在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